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31号,星期三,也是8月份最后一天了 今天我们聊一聊中国国内最近网络上吵得比较热的一件事 就是贾平蛙,中国著名作家,也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 贾平蛙的女儿贾浅浅,加入中国作协的事 就是因为中国作协每过一段时间总是要吸纳一些新的会员 本来成为一个中国作协会员也不算什么太了不起的一件事 但是由于他是名人的后代,尤其他是网络上比较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很多人认为贾浅浅根本不够格成为中国作协的会员 因为他的诗,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的文章好像功力都不到 而且非常的搞笑,甚至有人称为屎尿体 那么贾浅浅他的身份是西北大学的副教授 中文系的副教授 大家知道西北大学在西安应该算是最好的大学之一了 除了理工科的西安交大,西军殿之类的以外 那么文科方面,或者讲综合性大学,比较好的就是西北大学 那么从中文系上来讲的话,当然陕西师大的中文系也很强 但是西北大学呢,应该算在大西北地区比较好的一个中和性大学的文学系 中文系 那么贾浅浅呢,在18周岁的时候考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 那四年本科之后呢,毕业以后他是,你看你是1999年考进去的 所以呢,是2003年毕业 2003年毕业之后呢,他又在三年之后 读了陕西师大中文系的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那么读完三年的话呢,就是2006、2007年了 然后后来他又在西北大学读博士 好像现在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还是再读的博士 但是呢,已经是副教授了 所以按照这样一个发展路径,用不了多久 这个贾浅浅就可以成为西北大学的文学教授 而且他爸爸那么有名,已经给他铺好了道路 所以他呢,应该是一帆风顺 那么他出版的诗集呢,有第100个什么夜晚 然后呢,跟崔永元啊,方方他们一起出了一个书 这是2019年出的书,叫《我们的父亲》 然后2020年呢,也就是两年前他又出了一个什么诗集 什么椰子里的什么什么 就是说,他这些东西都很奇特 尤其他的这个史尿体的那些诗 还有那些写信啊,写的非常露骨的 没有什么真正的引人遐想的诗才 倒是比较粗鲁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女性诗人 写的那么赤裸裸的信的这个意象 给人感觉就是说没有被人高看 反而被人瞧不起,是吧 所以贾浅浅这样的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坛这么活跃 并不是他自己个人有多么大的诗才 有多么多的文采 而是因为他父亲,贾瓶蛙是一个名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让人家很多人感到不屑 就是很多人批评他,说他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 这个说的也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中国是一个拼爹的 这个中国今天的这个时代被人称为是一个拼爹的时代 什么富二代了,所谓红二代了,官二代了,商二代了 其实现在还有个文二代 这个文二代就文人,文人的子弟 没有什么才华也给他包装成什么诗人了,作家了 所以这碗饭似乎在他们那个圈子里也是太好吃了,太容易吃了 所以贾瓶蛙也连带的受到了大家的这种不满,抨击 贾瓶蛙到现在没有特别公开的来为他女儿辩护 而且这些东西也是辩不清的 你越出来说话,应该说是越抹越黑 你说也说不清楚,所以只好当说头乌龟了 那么贾瓶蛙大家都承认,贾瓶蛙的这个文采啊 还有他的这个文学方面的才能,大家承认 他过去散文杂文写得好,后来又写小说 尤其是废都,大家印象深刻 那废都里边呢,把西安,虽然他没有说那是西安 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写西安 然后呢,信的描写也是赤裸裸的 后来出版部门呢,当然是不容许他全部发表 所以呢,删除了很多的文字 所以他故作玄虚的在这写了 此处三去五百字 这在另外一个地方就说 此处三去一千三百字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越是删掉的东西 大家越感兴趣 对已经发表出来那些信的描写 大家也是津津乐道 所以呢,贾瓶蛙他以前写过的这些作品 倒不是那么让人注目 就是废都一出的话 马上就是他的名声就大了许多 所以中国的这个现象也是很奇特 中国是一个长期以来 尤其是在中共极权统治下 对信的描写是特别严格的这样一个国家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呢 一段时间放开了 又变成了这个全世界大概是对信描写最感兴趣 受众最多的国家 大家想想有的人看小说 在资历行间就翻来翻去 就是要看那个有关信的描写的那一小部分 就像有的人读红楼梦 读来读去就读那几个章回 就是最感兴趣的就是贾宝玉如何出示云语 瑞大叔如何被整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边 这样的一个时代 一个作家如果在性描写方面 有特别的高的这种技能 这种技能呢不是说你光是赤裸裸的描写 而且你要怎么样想到要对付 一方面要对付这个官方的这种严格的检查 意识形态的管控 另一方面呢又能够受大众的欢迎 你要写的太赤裸裸的话 一个是通过不了这样的一个检查 可能被删除 另一方面没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没有深度 所以要写的比较隐晦 写的呢又非常到位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 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写的那么好的 而且一定要有生活体验 你才能写的那么入目三分 所以呢贾平洼大概是被认为 是写的比较好的作者之一了 另外也像莫言也有写过 但是莫言没有像贾平洼这么直路 所以呢中国后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一直到两千年之后的很多作家 很多就是取胜于有关性的描写 当然你光写性也是不够的 一定要有深度 有社会性 有历史意义 有时代的这种时代感 所以呢就是觉得 贾平洼的这个女儿 现在掀起了这样一个 在网络上大家都认为 就是她是借着父亲的光环 吃这样一种非常廉价的 文二代的饭 是被人所不齿的 就像鲁迅曾经说过 说如果海英长大 他如果没有什么才华的话 也不要去当什么空头的文学家 美术家 应该是自食其力的 去老老实实的找一个行业 做自己的事情 当然这个周海英成年之后 更多的还是享受了 鲁迅给予他留下的这些精神思想的遗产 等于是给他一种阴辟 就是得了很多的好处 那么你就研究鲁迅 或者把鲁迅这个一些事情 就是向下传承 就已经成为他主要的任务 所以一时无忧 一辈子一时无忧 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成就 那么现在在这个时代呢 今天的中国好像这个不以为尺方以为荣了 什么很多的这个著名演员 著名导演的后代 都是在演艺界生存 就连这个马记的后代 马记的后代都当了著名的主持人 马东 大家都知道 说相声的 侯宝林的儿子说相声 或者是在演喜剧作品等等 都是这样的 那么吃父亲留下来的饭 倒也没什么大逆不道的 就只要你还是有自己的一己所长 还不至于给你的父亲祖辈丢脸 那就不值得大家去过于的苛刻 但是呢 浅浅显然是属于不合格的 就是人们对他父亲呢 不管他父亲这个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或者是正负都有一点的话 他父亲还算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还是有那么多的作品让人关注的 那么贾浅浅呢 似乎差得太远 而且贾浅浅也不太年轻了 他是1979年出生的 已经四十几岁了 一个四十几岁的人又没什么特别的才华 完全靠父亲 要吃父亲一辈子 这样的人呢 是比较可耻的 好的 今天先说到这儿了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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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